另外它的格式,1萬次出現幾次 是拿分數100來改的 先分數之後改這個,這邊補兩個0 這邊沒辦法補,所以你制定之後這邊就可以補了 其實這個方法除了可以用分數之外 其他的相關的格式也都可以利用同樣的方式 來做修改 也就是說有一些格式假如本來他沒提供,你也可以改出你要的那個樣子 其實蠻多變化的,我是覺得 這些東西如果你熟悉的話,以後真的可以把Excel做得非常的強大 OK 按確定,然後這邊就是1萬次出現245次 然後102年就複製過來合計 那可是問題,如果假設每次都要做一樣的事情的話 我們有沒有辦法就是讓他重複 就是說呢,我們將來呢 希望做幾個按鈕 這個按鈕的部分的話,就跟之前的練習一樣 包含就是說呢 我假設希望做出有6個按鈕 那這6個按鈕分別是什麼作用呢 第一個按鈕按下去,它自動完成這4個欄的結果 那這個按鈕按下去,這4個欄的結果又把它清除掉 然後呢,格式化指的就是說呢 把那個排名的前7名的顏色 比如說12號底色變成黃色 只要是排名在前7名的顏色變更 把它把格式清掉 另外最後呢,就直接乾脆把前7名的 資料列在 這邊多一個欄位 會叫做前7名 OK,為什麼要前7名呢?因為 剛好如果你要這個當成參考的這個 這個號碼的話 那剛好你如果要去投注站 那你就給 老闆這7個號碼 然後他就會給你單子了 OK 那你就等那個,今天是禮拜四嘛 禮拜五就開獎 OK,禮拜二跟禮拜五 每一個星期有兩次開獎 OK,好 不過那你如果會算的話 算得越精準,那當然的相對 機率越高嘛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再來的話就是 VBA部分 OK,所以跟各位講一下,VBA難度會比較高 但是程式基本上跟前面講的差不多 所以我們 來看一下 先講這兩個按鈕 樂透彩跟樂透彩清除 首先的話第一步,我怎麼樣讓他可以重複 第一個 Visual Basic 所以這個 部分的話 我們簡單複習一下,把那個 上面的箭頭點一下 其他命令,把制定功能區裡面的開發人員 一定要叫出來 這個是 第一步 那開發人員裡面的話 之前我們是錄製劇期的,不過因為這一題我覺得錄製劇不需要 因為直接就乾脆寫VBA比較快 所以直接跳過劇期 直接就到 VBA了 OK 那VBA怎麼做 固定的步驟 一,請你把開發人員叫出來 第二個的話呢,請你把Visual Base點開來 然後呢 習慣性就會縮小一點點 把它浮在上面 為什麼要浮在上面 因為呢,你可以看著你要做什麼,你可以寫後面的動作 那所以喔,Visual Base點開來縮小 然後程式寫在哪裡 按右鍵 還記得吧 插入模組 反正呢,你不管 寫任何VBA的話呢 第一步一定記得,一定要一個模組 如果沒有模組的話 那請你先加一個 但是加一個之後就不用再加了,你就把它寫在模組裡面就好了 除非你寫了很多可以分類 好,所以按右鍵 插入模組 OK,所以這個是 第二個步驟 那第三個步驟呢,我要建立一個按鈕 按鈕名稱叫什麼,叫樂透彩 所以你就 打一個什麼呢 打一個叫sub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加上那個按鈕的名稱 叫樂透彩 好,直接按Enter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按鈕名稱放這裡 前面只是多一個sub 按Enter呢,它會自動幫你加什麼 後刮,就是一個刮弧再加End sub 把層次寫在sub跟End sub中間 那字太小的話,你可以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把字放大一點點 大概到12號字吧 那接下來的話要寫什麼 我希望把我 這幾欄的公式 總共有四欄的公式 直接輸出到這四欄 那怎麼輸出呢 首先你要跟他講,你哪一列到哪一列 所以我們先打一個 列跟他講 4i 等於什麼呢 幫我輸出的範圍 從第2列 到第幾列呢 Ctrl向下 應該是43吧 第2列到第43列 所以 2到43 Enter兩下 NAS 就是 反正你做完一列之後 NAS就下一列 下一列 直到43列 可以為止 OK 那接下來的話 跟他講說 那我要 輸出的欄是哪一欄 那你跟他講說 哪一欄 你先跟他講儲存格 儲存格哪一列啊 剛剛有 i列 i的話就 2到43 哪一欄呢 從 先B欄 然後輸出什麼呢 輸出公式 不過輸出公式之前 請你先加兩個雙以後 有沒有 那做完一個之後的話 Enter 然後再來B欄OK之後 還有什麼 C欄 D E BCDE 那你就直接把這邊後面改掉就好 BCDE OK 不過你會發現喔如果後面是空的話 那表示是清除 所以其實這一段程式喔 你可以把它複製貼到下面 你已經寫好清楚了 當然啦你現在如果直接run 他這邊都清掉了 不過我建議你不要run 因為run完之後 你剛剛寫的公式 就沒辦法怎麼樣 複製貼到 我們的 這個後面了 所以記得先 先寫完 先不要run 一run的話 你這公式不見了 那我們再來呢 熱透彩是要輸出公式 所以怎麼把公式輸出到這裡 怎麼樣呢 先複製這個還記得吧 Ctrl C 取消 然後再把它貼到這邊來 貼到這邊來你只要記得兩個地方 第一個 這個公式裡面有沒有雙引號 有的話 把它變兩個 因為 我們這邊用定義名稱 所以不會有雙引號 第二個的話是列號 因為如果你假設現在執行的話 它會變成什麼 如果你執行這個 它會變成每一個都是A2 全部都變成這個結果 所以你必須把這個2改成什麼 改成I 還記得那個規則吧 口訣 還記得嗎 先把2選起來 雙引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移到中間 加一個I 然後把and前後空白 OK 這個應該已經做了N變了 應該都記得了 好那再來的話 B欄做什麼呢 其實也很簡單 你乾脆拿這個來call 切過來就好了 把這邊改102就好了 其他應該不要動 所以 B欄OK 變C欄改一個2 D欄的話就是一樣 把D欄的這個 等於B2加C2取消 然後呢 切過來一樣 那把2怎麼樣 改成這個 所以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把這個雙引號到雙引號 的這串文字 Ctrl C 看到2的地方蓋過去 看到2的地方蓋過去 這樣就OK了 意思就是說 那個地方本來固定是2 那我不要是固定啊 我要變3變4變5 那當然一定要 在中間 放一個I的變數 OK 那最後的話 再來 合計 合計也是一樣嘛 合計就是把這個 公式一樣 Ctrl C 取消 然後切過來就貼過來 那做法一樣嘛 把這個2有沒有 其實這個2一樣 A2的2有沒有 把它雙引號到雙引號 這一段 複製 蓋到那個什麼呢 D2的2上去 好 程式 就寫完了 讓我們來弄弄看 理論上執行 這叫空 再執行 就恢復了 這個就是 清除嘛 這個就是樂透彩 當然一樣的方法 你在旁邊加兩個按鈕 插入 表單控制項這邊就有按鈕 按一下然後先做一個 這個叫樂透彩 選樂透彩 然後把這個上面的名稱複製 貼到那個上面去 下一個的話怎麼做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按鈕複製 再貼底下 然後把這個按鈕按右鍵修改 修改就是 指定聚集重新選清除好了 把名稱複製一下 Ctrl C 然後再到這邊 把這個名稱Delete掉 改成叫樂透彩清除 好了OK 把它清除 有了 底下有沒有清掉 樂透彩 公式的話呢 就會按照你要的結果 那也就是說以後 假設你資料有變更啦 你不用重做 你按個按鈕 就 自動就出現了 可是 這樣好像還似乎不是很方便 最好可以把什麼 把排名前七名幫我列個表好了 所以這邊待會 也許你們可以再多一個 欄位叫前七名 不過在做前七名之前 我們先不要那麼複雜 假如我今天希望 假如前七名的號碼 幫我在底色 換一個黃色的油漆桶 也就這樣 當然以前的做法 你可能就是 眼睛看 7 12 然後往下 這個 2 然後點一下 倒油漆桶 可是問題這樣很麻煩 你總共要七個 這個可能有時候還會 看露了 這個要把它塗油漆桶 那這個該怎麼做 所以待會的話有兩個按鈕 一個就是 把底色 變更 然後把它恢復 那這兩個按鈕的程式 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我把重點回 1 Visual Basic 2 插入模組 按右鍵插入 3的話就是 兩個按鈕 分別就是什麼 樂透彩 樂透彩清楚 所以 我們就在這邊打 Sub 樂透彩 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 還給各位 程式不多 但是 不要做錯 應該很快就做出 結果來了